很重要的时刻来了 金言要把这首歌 献给她的母亲 安迪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这首情难枕 安迪笑 金言跟替妈妈说 为什么哈妈咪 原来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要说要不要点歌 她说情难枕 然后我另外一位新朋友 也说情难枕 所以两个人都喜欢情难枕 为了两个人一百八千 说情难枕 然后刚才 立正说感冒的声音适合唱 所以那我就用感冒的声音 来唱一首情难枕 你会唱也一起唱 我好像忘记了 不想想看了 情难枕 如果一切靠缘分 何必吃心爱着一个人 嘴炮断思念难舍难分 多少黎明又黄昏 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 还有婚姻梦前的深夜 那些宇宙环流 一望今生 都已无从悔恨 早知道爱会这有少人 情会如此难陈 当初何必太认真 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 相思不如回头 如今何必远离分 除非只当作有心一场 红尘人他凄凉 谁能断了这情分 除非把真情放在一旁 今生随缘聚散 无怨无悔有几人 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 情会如此难陈 当初何必太认真 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 相思不如回头 如今何必远离分 除非是当作有心一场 红尘人他凄凉 谁能断了这情分 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 今生随缘聚散 无怨无悔有几人 好好听哦 阿姨要不要抵辑白巴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歌曲啊 常常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声音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太忙了 找个小孩子没有去想 比如后来 现在阿姨很好了 可以慢一点休息一下 我再回头看一些以前喜欢的歌曲 觉得多有意思啊 他陪伴着你多久 所以情人整特别 我觉得也是一首蛮永恒的歌曲 是 倦勇的 当然情当中他有写到一些什么 无怨无悔啦 然后又相思不如回头啦 这种那种缠绵的爱情 就会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种感情的滋润啊 我们总是不能够整天很开心的吗 是 不是整天很伤心吗 我的好朋友那个董姿燕那个朋友 他说泪水是我们就是 人人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gift 对我们我们的怎么说啊 我们的天赋 对天赋 你是表达感情的方式 能流泪是一种福气的其实 你说的对 而且呢 眼泪啊 跟大海是一样 鲜鲜的 是 大海能够包容全世界 所以我们眼泪 在挤出来之后呢 也能够包容全世界 对啊 特别是能够包容自己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